《玩具TV》第十六季第十二集 应该没记错就最后一集了 《玩具TV》就完结了 很快 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无端的 今天装备上相对性比较简单 因为导演今天没有空 所以今天会改由返回iPhone拍摄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 应该没问题 我们今天开机的手非常定的铁铁铁 我已经震了 所以有什么事就拉摸一下 今天高手市也要归咎于我们有女嘉宾 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Tiny的Siri 如果大家之前有最可爱的介绍Tiny的话 应该也不陌生 虽然今天戴上演奏 Walker可以拍一下我们今天主力要介绍的东西 车迷还车迷 李小龙迷还李小龙迷 现在可以大家混在一起 眼前看到的1比18 1比64 以及1比43比例的 李小龙版 Audi R8 LMS E4版 其實R8這架車真的能出到藍 這個帽子不知崩了沒有 先撇除說這個帽子崩了沒有 如果大家有上來的Cop Race Cop Store其實都不陌生 因為本身這架R8已經有三個版本的顯示 第一個就是EVA初號機 第二個就是EVA二號機 第三個就是我們現在介紹 擺明是產品化的李小龍 80名獸版本 我為何說好像很可怕 80多年了 其實現在Walker已經 第一時間就已經瞄準 我們這部最大的1比18了 好了 現在其實都看到了 當然了 我想補充一點 其實現在這個環節是圓形不露 因為這三架車其實都是Trotal Tech 並不是這個實際會100%的出場產品 現在就或者 我想介紹了一部大型 給你18吧 全車都是用了李小龍在這個死亡遊戲 裏面那套 那套Suit 那套Suit的顏色 做一個全車的主色 看到的拉花其實都很多李小龍先生的超像 還有一部大型 還有龍蟻 那本身整部車的設計都很獨特 或者是否以斯利亞都可以說一說 本身其實就住這次這部R8 那個拉花如何成形 即是出產品的呢 其實那個車上面的拉花 就是Portbase他們自己的主意 那他們就想用回這個死亡遊戲 剛剛那套Suit來做那個主體 那你就看到車通常都是用這兩隻顏色來做主色的 那之後你又會見到李小龍先生 他武打的英姿 在車身 車頂都會見到的 那其實就是很多不同的element 就是李小龍先生 就是他的四路爪痕 他的一些 就是剛剛說的JumpSuit 這樣會營造回整架車 其實你有沒有印象那四路爪痕是怎麼來的呢 我只記得看電影的時候很好奇 因為他整身都有臉又有 但是就沒有心狗 那是其中一套已經出現的場景 龍爭虎鬥裡面石堅的右 看是左還是右呢 應該是右爪是不是 左啊 左爪 對 對 他的武器就劃了 這個 啊 李小龍不能伸身 呀 臉 那變成了一個很Iconic 即是李小龍沒有打的形象的一個爪痕 好啦 那就是吹完李小龍 我們又看看車 那本身都見到其實 現在始終叫做一個比較大比例 我相信Walker已經拍了內櫳 防滾架、車身、輪胎 連軚盤也不僅有logo 它用水添貼了 所以錶板也會超級到位 今天反而用手機拍攝更方便 因為可以更加清楚拍到內櫳 除了錶板,引擎一定不少 還有非常薄的攀纖定封翼 我想說,平時我買一比十八比例的大車 動輒都兩差幾 這架套多少錢? 1,199 神經病 還要是會員有9折? Tiny會員本身有9折 但在Toyz TV訂的話是8折 既然都是賣廣告的 我就不想再留在最後才說 介紹另外兩個比例之後 才再跟大家車迷慢慢玩 我們可以繼續 大車是要慢慢鬆開細節 所以都交給Walker 慢慢慢慢轉回細節 給大家看 本來今年這架車 其實都在澳門 駕人欺子 都有兩種相 真的兩種相 對,兩種相 因為它機件問題 就出不了賽 但這架應該已經淋了很多非感 這架車是有的 對,但真車是有的 這個不是概念車 它扣車是真的有真車 因為原形不露 本身這架車其實 都會 產品化的時候 會有少少出入 打個秘語 定峰翼 本身有機會 我不知道 我只是說有機會 就會扣回Bruge Lee的字樣 變成 其實大家看到的 我相信同這架產品 都有九成的 可能會還有一些 顏色 或者是一些拉花的番官 不過你基本上看到的 都同那架車 不會有太大出入 反而 我想玩一玩 鎖匙 來 我自己在這裡 好 好 無緣無故 為何會送一條 Pock Race的鎖匙 最重要是 這邊反而比較少拍 等一下再 有什麼用 因為開 Race Car是要鎖匙 擺明是用來玩玩的 不需要用手指甲 我直接用鎖匙 就可以開到 車門了 我們正在方便一些 尤其是男的玩家 知道大家可能肢甲沒有女士 牛肝 防滾架 內籠 好 好 記住 原價是1199 原價而已 特價 你們到時自己慢慢享受 我想說 我隨便找鎖匙 那些 那些 樹枝車 兩兆幾次 你兆幾次 又開門 還想怎樣 好 大車 可能看多了少少 底座 其實都有一些特別 底座 會特地有個 一些金屬片 去做那個 給李小龍先生 即是講分 李小龍先生 尚名獸紀念版 所以都相當有收創價值 嗯 那這個龍野 logo 是 New Design 哦 OK 龍野 logo 就是本身李小龍先生 周邊 通常都會用龍去做 那個標示 那這輛車 當然都會有 其中一個標示 OK 好 跟著 跳去中size 1比43 都是POPRACE的 另一產品 這個就是不開門的 是的 沒錯 但本身那些細節位 和這個1比18 都不一樣 1比43的包裝 就會不同一些 那你就會見到 它有個開窗 有個開窗口位 讓大家都會看到 就算我不用開 如果拿出來的話 都會看到這輛車仔 嗯 還有它是雅加力膠合 哦 哦 而1比43 都有個底座 那又是會看得回 這個是李小龍先生 80歲銘售的周邊的地方 嗯 普遍1比43的車仔 呢 多少錢到的呢 即其他廠 通常就 這個500元以上都會有 其實我想說 我玩初音車 我都是玩1比43 是 7塊 哇 嗯 這個又多少錢 3 399 會不會有點 誇張 真的嗎 我自己就相對性槽 1比43 是少的 嗯 還有我現在手上 全部1比43 都是初音來的 哈哈 但是都十幾個 是 那 399 你有價 這樣的 size 其實都 都真的 沒什麼說話 還有還有一句 tiny會員九字 沒錯 他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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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1比18 他比例的 差不多可以放進去 嗯 可以看到一個定空翼 都可以做到這麼幼細 尻尾頭 定空翼 腹底 Diffuser 全部都做回你 哇 真的很厲害 是 多一句 反而這一類型 不過 POP RACE本身 其實 1比43 1比48 都不是可以手推的 嗯 這個也是觀賞車 是啊 對 所以記住大家玩的時候 就不要像我一樣 那麼喜歡玩的車 我們推來推去 嗯 要推的話 推1比64 那輛真的可以推 沒錯 好 接下來就真的說推得了 哇 這輛真的夠精緻 好 1比64 1比64 大家都已經看到 真的 我不懂得說 即是開波已經說了 哇 帽子還未啤爛 但是你不要管 你真的印了 李小龍的圖紋 下去 嗯 我也是0抵抗 沒錯 而且可以看到 1比64 也有 它的定幅有 BOOST 這個字樣 這個就是 遲些都會 另外兩個比例 都會有 是的 到時大家就可以知道 那個 BOOST 這個字 是怎樣的字 是的 還有都說一句 本身其實 我想 就是砌模型也好 這路也好 你處理黃色這件事 是最麻煩的 嗯 因為它 你要看深淺度 很難調教 有時候會 深一點 會偏橙 所以掌握 是有些難度 如果你真的說 我當砌模型 你真的要打個白底 你才再上這個黃色 變成會吃得厚一點 黃色就會顯一點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其實大家看到 現在這輛1比64的車仔 其實你問我 黃色是偏綠的 嗯 不過 我都堅信 真的出廠的時候 就會變回黃色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 還有記住 現在這三輛車 都是Prototype 沒錯 當大家可能看到實物的時候 又會有不同看法 什麼時候出貨 1月就已經有貨了 哪一輛 三人也是 三人也是 嘩 如果大家想看到這個真車 可以是1月1日至1月3日 就在K11 The Forest 地下 那裏就會有展出的 在路神街旺角 大家買球鞋的話 可以順便看看 是否可以上到車上 拍照 就要看購物的方法 是嗎 上次YB上得拍照 哎呀 是否可以上車 是否可以近距離看 都很難 但我真的想上車拍照 那要忍著不買 即時才買 如果你有個假裝採訪便可以 是啊 歡迎 一定響一下Celia說 便可以了 好 好 好 基本上就這樣 但其實我相信這三個產品 你們那邊Celia都下了不少功夫去談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當中的虎娛樂 其實李小龍80歲 領袖是一個很大的project 如果是Tiny的粉絲的話 應該都不會陌生 因為Tiny其實不是第一次推李小龍的周邊 即是80周年之前 即是早幾個月之前就已經推了 巴士 正啊 貨車 貨櫃 Mini Cooper還未有 是 是 是 它上面有華龍版 Mini Cooper 這個 這個是reference 1-250 是 這個就是之前Mini Cooper的reference 現在就是跑車這個版本 而有李小龍的拉花的跑車 是世上只有這幾個是有的 厲害 是 還有到時買車仔都會有新的李小龍的紙袋 是 是 這個紙袋可能都可以看一看 它的插圖就是 看到有個馬來西亞的藝術家 他叫Edo 我們的老闆就見到他對於李小龍先生的描畫 非常之是有 passion 所以就特地和他談了這件事 就要了他四個的插畫 這裏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其中一個插畫 你會見到他的用色 那些黑畫都很特別的 他就說他喜歡六七十年代這一種的風 所以就想帶回這一種的風味出來 還有他小時候他學過頭拳道 所以他對於武術的對面 武術的對面 所以就特地畫到他身風 還有他的眼神很銳利 我還沒買一架巴士 我想補充到我還沒買一架巴士 是嗎? 去回正題 TV 粉絲 是不是真的有八折? 是有八折? 怎樣才可以拿到這個八折呢? 你又看著我呢? 監製 對了 拍著他就可以了 不關我們事 找找Steve 是京TV 有TV觀眾一定會拿到八折 至於是PM我們 應該是PM我們比較好 因為我們 做甚麼? 有些介紹 因為我們是比較不延遲 我們喜歡和觀眾交流一下 所以不妨PM我們 我們就搞來搞去 還有十幾次PM我們才能搞得到 這是我們的風格 是嗎? 就是PM我們可以了 會有八折的位置 但是出火時間 應該跟Tiler差不多 一樣都是一月的時候出火 對 除非我們晚了 即是工作晚了 這個機會大一點 對 對 香港我們好一點 八折 真的快一點 但會不會有限量呢? 即是有沒有限數量呢? 沒有限數量 沒有限數 快點要PM我們 都拿過來買會不會呢? 多謝你們 這個預訂期可能要講少少了 即這個1比64的預訂期 其實Tiler和TV都一樣 都是今晚開始的 即是星期四 現在這一盒都已經可以預訂 但是這個1比43和1比18 就要下星期四才可以接受預訂 還有我剛剛看到原來1比64的盒 它是有燙金的 咦?OK的 對 有點反光 對 除了有跌球償數 還有一些償數 今天私人真是 祖聖誕聖誕旅人 大家可以看看 Cilia可以介紹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Carrera這個牌子有出過 透文字D的Slot卡 之前就送多了一些Poster 所以我們就想借回憲法 就是可能 遇回ToyzTV的觀眾 但如果有什麼優惠細節 可能就要問ToyzTV 他們有什麼優惠 還有一張環節嗎? Poster 上有股豆自權 怎麼樣?有沒有什麼方法? 這個呢 據聞是lock for sale的 海報 如果這樣吧 我們優先在這裡訂 那些最快的朋友 就送一張海報 好 我們有五張Carrera 還有自己五張 股豆也是有四張 那大家就跟我們講 三張任何一張 我講了 那兩張五張已經有一張 我可以講過了 如果大家要訂 這個車子就盡快 就可以得到Poster 糟了 我真的沒有見過 有得買的 它的Slot卡 有 其實我們可以去一下 LCX D1 Boss的Tire 很好講的 LCX我有去過 但我又沒有什麼印象 見過的Slot卡 有的 還有投文字 加超會亮燈的 哦 你下面要封電上去 是啊 所以可以飄移 有沒有Scale 大約到1比64 應該差不多 應該跟這個 差不多 真的有比例 是啊 還有燈挺正的 它很飄移的 什麼正 是啊 真的要再玩一下 對了 我突然間才看到 它真是中間的鬼 這招真的絕 大佬 是那個鬼 是 是 是 好 今集玩了這麼多 這個都循例 真是見了 David 這麼有心 拿過來 哇大佬 日本版 Enter the Dragon 日英對照 裡面那些彩儀 哇 看看石堅 多厲害 那時候這套戲 李小龍差不多 他的 巔峰之助 巔峰之助 他的肌肉 他的蝴蝶背 哇 好帥 非常漂亮 好厲害 哇 真是我輸 200Yen 哈哈 交給他們 好 好 今集回到我 見 好 好 好 我們下單